有调查显示国内每天新增大约25名失智症患者 不过迈入高龄化社会 预估到130年每天将会新增63名 所以阳明大学研究团队是花了三年 研究出全球首创治疗失智症的技术 用老鼠来试验 用超音波刺激老鼠大脑后 发现老鼠的记忆力恢复了八成 而神经修复则打九成 戴上头盔把低强突的超音波 透过太阳穴打入脑中掌管记忆体的海马灰 在未来可能帮助失智症患者恢复记忆 高音波施打脑部之后 让它自己产生这个非常好的神经质量因子 那这个神经质量因子的增加 其实它并不是只对失智症有用 其实它对于失智症 忧郁症 或帕金症症甚至中风 创伤都是有用的 这是阳明大学研究团队 花了三年发明出全球首创治疗失智症的技术 他们以八到十只罹患脑中风和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做实验 经过超音波刺激大脑后 发现老鼠的记忆力恢复八成 神经修复九成 比起传统的药物治疗少了恶心 呕吐等身体的副作用 比较困难的是我们目前要找它的副作用 目前都找不到 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困扰的地方 目前这项治疗的技术还需要三到五年 才能在人体的试验完成 未来若真的应用在人类的身上 一次治疗15分钟 疗程4到6周 费用将近20万元 虽然代价不便宜 但确实让失智患者有机会扭转 倒带人生 有点TV明天我张一华台北报道